今天要來開箱一款遊戲喔 這款遊戲呢是羅卡跟老佛大恩呢 在日本東京秋葉園的時候逛街時買的 那在逛的時候呢其實有看到蠻多在台灣比較少見到的遊戲啦 尤其是二手片的部分喔 所以呢這次一次就買了好像四片吧 而且都是二手的遊戲 那這二手的遊戲呢大部分都是台灣比較少見到的遊戲 好像除了一片鐵道的以外 其他真的都是比較少見 那在日本買的遊戲呢 陳萌這次Switch沒有所取有喔 基本上他都是可以玩的 只是說呢在語言的方面就會比較麻煩一點的 因為有一些遊戲啊他的封面 哇整個完整的都是日文 連中文連漢字連英文喔完全都看不到 所以基本上語言的挑戰啦可能就會有一點點的 那沒關係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東西呢 跟戀愛甜點有關係 戀愛有沒有關係是不知道啦 但是跟甜點有關係喔 老婆當然看完他的圖片之後啊就覺得說 這個遊戲感覺好像還不錯 想要買來玩玩看 那今天要來分享的遊戲呢就是這一片 這一片的名字有點長來看一下好了 他的名字叫做 心動甜點能做出甜蜜蛋糕嗎 有點長 上面基本上是完全看不懂的 下面這裡在看的是巴哈姆特的網站 然後呢他裡面啦其實網站裡面也沒有寫出他到底是 什麼樣類型的遊戲喔 遊戲售價不明 遊戲平台 Nintendo Switch 遊戲分類其他 那發售的日期呢是在2018年 也就是去年的8月9號 這個呢後來有上網查一下 他好像在3DS的時候也有出過 而且是在2013年左右 所以到現在喔 五六年的時間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先來看一下他的封面好了 首先他的封面呢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可愛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女生拿著很可愛的蛋糕 然後呢連字體也都色彩繽紛非常可愛 那這片遊戲呢其實真的很忍不住 想要去找阿松大玩一下 因為光是看到這些日文喔 整個頭已經暈了一半 接下來背面的部分呢可以看到他這裡有寫到 他有超過100種以上的甜點 那在這邊也有用Joycon的示意圖 也就是說呢他應該是可以用Joycon來玩的 下面的地方呢有寫到他在TV模式 平板模式還有掌機模式呢 都是只有支援一個人自己玩 他也有支援到Nintendo Switch的Pro手把 裡面的部分呢就非常乾淨一片 因為他完全沒有任何圖畫 或者是說明書之類的 一片遊戲片在這邊 在日本買遊戲呢其實有一些店家 他會在這個遊戲上面喔 貼上那個支援的語言 這一款呢記得是沒有貼的 不過就這個外觀來看阿 真的要有中文化喔 也是算賭他一把 沒關係我們現在呢就直接進遊戲裡面看看 到底會不會佛心來著中文化一波 還是就要用日文的方式 瞎著摸像玩一下啦 GOGO 好那我們現在呢馬上進到這一款遊戲來 然後有更新下載 會不會有中文版呢 拭目以待好不好 那剛進來這邊呢有教到 他可以使用掌機啦 然後Jewy Kong的操縱方式也可以支援到Pro的手把 不過進到裡面來喔發現真的是沒有中文版啦 但是因為這個文字的字體喔 基本上要中文化好像也不太可能 因為他這個字體應該不是一般的字體 就有點類似像七丹大作戰的樣子喔 那剛進來呢會有一些簡單的 類似教學模式 所以我們只要跟著他走就可以了 那走到這個唯一間一開始可以走進來的 類似甜點店的地方吧 高點甜點的地方 這個從背景看來呢有飲料啦 餅乾啦然後一些蛋糕等等的 算是非常典型的甜點店啊 然後進來之後呢就可以開始做料理了 做甜點才對 那剛開始呢會有一個教學的示範 按A可以進入示範 那示範完之後呢就會讓我們自己來操作 每一個操作呢電腦也都會教我們 該來按下什麼鍵 然後呢要畫過什麼樣的方向可以來做下一個動作 所以基本上不會太難 那如果是按S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跳過教學的步驟 就是講解的部分 那我們直接現在都是使用有教學的 來看一下好了 再來第二個步驟呢是要把這個麵粉吧 這應該是麵粉要過篩 那麵粉過篩其實在甜點類裡面應該算是一個蠻重要的動作 才不容易讓我們的甜點喔會那種類似結球吧 那種感覺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要把剛才打的蛋阿 然後跟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有奶油吧 然後還有麵粉之類的 還有水全部把它給攪勻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來畫圈圈 把這個所有的材料呢攪在一起 讓它均勻均勻的 等一下就可以來做我們的甜點了 那這個地方呢可以使用到 PRO的手把 使用類比搖桿來控制 也可以使用JOECON的體感方式來控制 當然掌機應該是使用類比搖桿來控制的阿 那接下來呢就是要把這個 攪好的這些材料呢放入模具裡面 那放入模具裡面呢 避免它裡面有空氣 所以要一點點一點點倒 然後把它打平 然後接下來呢送進烤箱 哈哈這個看起來應該是蛋糕 古早味蛋糕的感覺 結果沒想到日本的店也有賣這種古早味的蛋糕 這個其實以前小時候還蠻喜歡吃的 他通常都是用這種中間有一個洞的模子 或者是鍋子等等的 然後把那個蛋糕烤起來 非常香 看到這邊又有點想要去買一個 古早味蛋糕來吃一下 最後的步驟呢就是要把它給切開來 等份的把它給切開 切開之後呢 它這個甜點好像是會再用心一點 增加一點擺盤阿裝飾等等的 那我們呢在這裡就是依照著它的方式 來幫我們把蛋糕直接切成八等份 切完之後呢 哇我們的糕點就完成了 得到89分吧 三顆星 然後它旁邊果然有加了奶油啦 然後還有葉子 是薄荷葉嗎 接下來也可以買一些 新的餐點 新的製作方式 買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做到相對應的東西 像這個應該是布丁還是奶酪之類的吧 當然這款遊戲呢 因為它的風格非常可愛喔 我們也可以幫女主角 就是我們的主人翁呢 來變換一些髮型阿 衣服阿 然後呢包括髮型的顏色等等的 算是有一點點非常成熟的紙娃娃系統啦 好 終於稍微玩了一下這一款做蛋糕做甜點的遊戲了喔 稍微分享一下心得好了 真的是全日文 冷漢直流真的 因為剛開始呢 雖然說有一個更新檔 小小的期待了一下 它會不會有中文版 中文化 結果呢進去之後 發現還是一樣全日文的畫面喔 音樂來說算活潑輕快 畫面來說呢也是活潑輕快 而且有一點就是女生都畫的還蠻可愛的 就是粗粗可憐的感覺 也不能說粗粗可憐的感覺 應該說是青春洋溢的感覺 當然這款遊戲最大的重點喔 還是要把它放在製作甜點的地方 那製作甜點的地方呢 其實在裡面是可以使用到Pro的手把 也可以使用到Joycon來玩的 那兩種控制方式 自己都有來稍微使用一下 並且體驗一下它的感受 像Pro的手把呢 在做很多需要回旋的 例如說把那個麵粉跟蛋液阿 丟到鍋子裡面去 然後要把它攪勻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必須按著L 然後把那個類比搖桿喔 就是一直轉圈圈一直畫 一直轉圈圈一直畫 那這算是還蠻特別的 另外如果是Joycon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L按下去 然後呢把這個Joycon呢 直接繞圈圈 以一個繞圈圈的方式 他就可以幫忙把那個麵粉跟蛋液之類的東西 全部攪勻 也就是說有支援到體感的部分 那遊戲裡面呢 雖然是純日文的 不過因為它有一個基本的 教學 當然這教學可以跳過 有這個基本教學呢 每一次也都有一個提示 例如說是L要按的時候 他就會提示 等一下呢要往哪個方向回一下呢 他也會提示 所以基本上要會玩 他應該不會太難 只是說呢 有一些NBC可能在跟我們對話當中 出現的那些文字喔 故事內容劇情等等的 是我們比較不會懂的 難易度呢 基本上一開始在玩的地方 也不會到太難 因為他都會做一個很簡單的教學 也就是說我們要進去做一個高點之前呢 可以按A或者按S 按S的話呢 就是直接進去做 按A的話呢 他會跟你講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如果是按S進去的話 基本上他還是會有那個 該按L會出現的畫面 跟該怎麼做要揮哪一個方向呢 他都會出現相對應的提示喔 所以呢 以這款遊戲的難易度來講的話 他算是不會到太難的一款遊戲 最後的最後呢 這款遊戲真的就還蠻適合一些 喜歡這種比較活潑一點的 然後比較可愛一點的畫風 玩起來呢又可以做一些甜點 並且呢學習一些甜點料理的基礎 這算基礎嗎 該不會玩玩這套遊戲之後 會做100種以上的甜點料理 那是不是該叫老婆大人來做一下呢 好沒關係 如果說對這一款遊戲呢 有興趣的 又或者說呢 想要幫羅卡稍微補充一下的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也歡迎自己去入手來玩玩看 那這款遊戲可能在台灣會 比較難找一點吧 有些遊戲喔 其實要找真的是需要 花一點時間 花一點體力 花一點精神去找他的 那如果喜歡的 就自己入手吧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